第23屆金氏獎 主持人獎 入圍的有 曾子庭 後世新北市 全聯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蘭夏如 宜蘭543 生活盡輕鬆 聯合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李茲賢 禁止 大台中數位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秦碧淳 市民新生 雙子星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林念征 朱婕宇 雙金陶總中 北建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讓我們恭喜主持人獎得獎的是 李茲賢 禁止大台中數位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 還加入了個人訪談 闡談 闡述觀點 說明細節 主持人並手持360度攝影機 幫節目增加素材與亮點 全方位參與節目 非常難能可歸 謝謝 謝謝 這個獎謝謝評審 特別要謝謝大台中數位有限電視 給予我們在節目製作上非常多的彈性空間 以及發展還有想像空間 我要特別謝謝今天跟我們一起來的總經理江嘉樂總經理 那也謝謝我們的林黛文經理 那以及在金市長路上 跟著我一起打拚的蔡喬如課場 還有我們整個製作團隊 還有我的攝影博全 賴博全 對 那製作一個這樣的節目 我覺得禁止的時空 我當時其實 我必須要說 我竟然帶著刻板的印象進入了這邊 直到我進入到這個空間 我發現 原來 他們在這樣的生活當中 其實是享受的 而且 有著他們的理想跟抱負 守著這塊 我稱為是城市當中的淨土 禁止的時空 我特別要感謝所有參與的人 包含國軍單身退社 僅剩的兩名退員 其中有一名伯伯在我們拍攝過後 他在今年六月過世了 這個獎我想特別獻給這位貝貝 陳貝貝 感謝你在拍攝的短短時間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進到你的房間 跟你聊聊 聽你說 當年在戰後時代 來到台灣 那段期盼著要回到中國大陸的日子 期盼著想要回家 應該是這麼說 他想回家的日子 那也謝謝 現在警察的退員會長貝貝 也跟我們說了很多很多 戰後時代的故事 以及年紀百歲的奶奶 跟我們說著她的逃難的故事 謝謝地權社區 這個在城市當中 有無數個原住民來到這裡打拼 他們卻不會說母語 因為他們被迫來到這裡打拼 用著他們的生活方式感動著我們 也謝謝中心市場裡面的奶奶 哭泣的奶奶 還有很多很多守在這裡的 新來的年輕人 有你們讓我們看見 這個城市的秘境 這個城市的故事 最後我想要說 無論你的生命來到什麼樣的地方 不曉得你是不是覺得你現在停止不前 但請相信我 無論什麼樣的困境 禁止不會永遠禁止 只要你堅定你的心 你終究會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謝謝大家 恭喜得獎人